-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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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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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轉了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Banner 還有上面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酒碼燈 很專業的新聞 突然間很專業 Uptv即將開班的東西 其實是炒股入門精髓班 會在Zoom開班 有Vivian、Kelvin、Leo、陳正芯、Ryan 同樣開班 分別是17號和24號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探索QR Code 聯絡我下面的QR Code 沒錯 我會發負款連結給大家 沒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現在已經是有人課金上課了 但課了之後 要少許時間 我們去核實收款程序 沒錯 跟大家說 記得課金之後 一定要CAPTO 即是CAPTO 入數字的話 就CAPTO 入數字 如果是轉數快 E-Banking 記得CAPTO 付款成功的圖給我 沒錯 沒錯 今天衣服穿得這麼漂亮 Jasmine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是嗎 我們要開始穿得漂亮一點 OK 我們平時 明天可能會比較好 不知道大家今早有沒有看到 Leo和Bruce做的 開市 開市 開了才開市 看來反應也不錯 不是開市 我看到有個新朋友 我想他應該是我上個星期五 應該是他今天才出演 他說上什麼課 問回心言 心言你上課會知道多些 詳情什麼時候會知道 有些新股策略 一些圖表的分析 一些技術的分析 當然詳細大家上了課就會知道 但暫時來說 有四位專家和大家 在同一堂上課 是四個項目 17日會有Vivian和Kelvin 24日會有Leo和Ryan和大家上課 因為疫情關係都會在Zoom上課 但這也是TBC 如果再確定一點 下星期會再和大家公佈 沒錯 大家要留意我們Facebook和IG 或Youtube 我們每集節目都會做一些宣傳 如果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發揮我這個QR Code 來問我們 Andy一開始已經幫我們發揮了一些 小米 小米 京東 京東 他說京東科技 有機會撤回了科創版上市計畫 其實今早 南早的時候 都已經有提到 可能要重組 但是 SARS的業務 因為上年螞蟻停了 現在都有機會 雖然螞蟻可能有機會 上市會重新申請過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最近的消息都是浮你浮虛的 但是今早 南早就已經有提到 京東那個Soul4 重組之後 可能未必會再在科創版上市 然後今天9618 其實也是京東系的 9618 今天那個 跌勢其實也是跟著大市去下 好像跌了5個幾% 我看到 9618 對 5.2% 338.6 其實今天那些ATMX Show 走勢很一般 就是700 本來我記得是升的 我看的時候 因為今天CHOICE的時候是升的 很快就倒跌 米米 3690 哇 9988 9988反而OK 其實我很驚訝 是嗎 這幾個月也是這樣 所以 那個反應不是太大 是 你說完了 9618 對 因為它這個消息 又再影響到 還有 是一個圖表 我今天看到 其實北水也不太耗 大概10點多 看到賣賣盤的走勢 看到北水也是喪沽它 也是一些很散的 就是iBan 還有一些散戶 去掃回去 但是北水是 沒什麼大戶盤 像是沽它多一點的 可不可以叫我們三個女仔 三個中女都行 沒所謂 Billy早安 早安 9988沒有升過 其實也是好事 不可以這樣 人家是有升過的 曾經 但是好事來的 好事來的 跌沒得可以再跌 不要這樣說 所以它不是 9988現在也回到之前那些 之前那些 上一次叫做低位 其實還可以再低一點 207的最低位 希望不要跌 有很多人 現在也是220多 你不會看驚喜它 是的 已經跌過了 沒什麼問題 何時小魚班 就要一點時間 小魚不是要隨時說出一出 如果說出一出 它很煩的 跟小魚聊 要哄她的 對 又要篩人走 又要靠 對 看看沙沙怎樣 什麼時候可以哄小魚 先關完 你現在也能哄到 你也可以的 Uncle Big Fight Hello 早安 各位 然後再看Dee米 也是要跌一下 對 看了它跌穿了 原來23個配股價很久 今早一直看著 他跌了22.8 對 看著它跌穿23元 接下來星期五 其實它已經會在美股那邊 剔除了很多東西 大家都知道 對 應該沒有ADR 星期五 不知道 應該沒有 然後再看 其實有消息 也有說 它是今天下午 就會出10S的星級版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再檢查 常山的時間表 其實是3月10日 下午2點才會出 小米最新的10S的星級版 有什麼東西 接著又說 可能是接機 又說什麼 消息就一般 但是我不是說 今早我10時多 看看ATMX的戶盤 是怎樣 我看到10時多的時候 全部都是大媽 大媽戶盤 大媽在23個 其實買贏也挺多 很多散戶撐著 其實你現在都看到大媽都在掃盤 5999、5998這些 全部都是大媽盤 對 你打開那個號碼圖 你都可以看到 這個 這裡 都在掃盤 排隊入 大媽戶盤 不知道那筆水走勢會怎樣 但有一點指標 可以看一下 23至22個幾 真的很傷 很多人都很傷 很多人都很傷 剛才我看到一下子都閃了22 現在是22個幾 22.8多 今早要盯著他 其實他這個位置挺吸引 22個幾 我覺得還是先看好一點 看好一點可能去到21 21元 如果像我這樣坐艇 你問我我就繼續坐艇 看一看 因為都很入育 怕入育 對自己坐一停 那就繼續坐 對 他跌了15元我也繼續坐 大媽血肉長吃 都不知道 今天這個是不是新庭 還叫Matti Matti 大媽血肉長吃 他會問你 不懂得看大媽盤有什麼特徵 他應該是問你的 但你是個朋友 我告訴你 莫莫莫莫是你教的 沒有大媽盤 你可看5998 5999認住的號碼 全部大媽掃的就是大媽盤 對 但我覺得現在大媽已經不同 之前的大媽 我自己觀察 好像資金快入快出 很多都可能是日常炒 對 那一刻突然看到 低位又有大媽 你可能很開心 但那一天已經離開了 或者可能炒了幾個價位 不是幾個價位 是幾個 可能23元 10%以內 他23元進入 可能入大手 可能23.1元就離開了 賣的人不是很多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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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不是很多 但賣的人有很多 我就是覺得是大媽盤在買 大媽盤在買 大媽盤在買 我追求就不會了 其實我覺得他是低鬧 然後趁那些範圍的高位 其實已經離開了 而且大家都要好好記住 他12月2日 上年12月2日的時候 有那個配股價 三個月那麼首期 其實已經到了 可能是那些水訊 那些基金簿 不停地放 上陣子不是有一個短的消息 令到他 四個字 四個字之內 由27元 標標到上31元 我懷疑其實那段時間 他們都已經走貨了 有機會 趁高先走了 大媽現在都不會高 追轉低級 對 股票用來炒 不是拿 對 他拿另外一些東西就厲害 不過就 小魚在說 我好邪 這樣 大媽變快媽 Hello Gary 老神 大媽盤是真盤會成 但莊家盤是fake 你怎麼看他說這句 我們這個 有點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我覺得就算左手交右手 也是有成交的 你又對我 我看到今天1795是沒有成交的 好厲害 又看嗎 完全是零成交 我們很害怕他 幫我們進入 我沒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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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成交是怎麼做到的 這些 我猜都是這樣的 沒有成交 OACC玩這些不夠安全 不行不行 都是二六一好一點 這些太太刺激了 對 他忽然間有一棍 好像二月頭一樣 又升又糟糕了 好 那繼續說回你正經 剛剛也是有成交的 所以不是代表fake 對 剛剛也有人說美濤 Andy 原來也是 Andy也說美濤 對 I'm sorry 美濤的號碼 1357 昨天晚上我和Bruce在那裡聊一下 那些人就怒賊說美濤 無緣無故一間Apps的公司 拍照Apps的公司 又搞傳媒 又搞Bitcoin 對 現在又買Bitcoin 然後那些人就說 只要一間公司 就是Bruce說的 他那些人說 只要一間公司無緣無故有其他的業務 無緣無故做其他事情 其實那間公司就死了 死了 就是他這樣說 Bruce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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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那些 comment 後來Bruce說了一件事 其實另外有一間大公司 也無緣無故買Bitcoin 又不見人說他死 你知道那個是哪個嗎 哪個 啊 Tesla 對 那些人都不敢說他死 我就覺得Tesla死了 我之前有說 那是不同的 我之前有說 反而是Tesla買的話 風險更大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因為Tesla太多人不買了 就變成那樣東西 就像螞蟻集團的風險一樣 就是之前那些人有說政治 但背後 之後那些人也有剖析 其實不止單單所謂什麼政治因素 他還有那些泡沫 類似刺態危機那些 就是形成了那些泡沫 我講一講新聞關於美濤 就是賣加密貨幣 對 其實美濤現在買了兩種加密貨幣 有以太幣和比特幣 分別買了2,210萬美金和1,790元 其實有一個公告說 董事會認為 那些加密貨幣有很足夠的升值空間 現在我記得看看美股那邊 Bitcoin那邊是在做50,960元 其實他們買Bitcoin是為了資金管理 裡面可以分散一些現金的風險 分散一些現金儲備的風險 對 沒錯 因為美國那邊有價值有成 我覺得Tesla 你買Bitcoin 你買車可以用Bitcoin做付款 那美濤可以去拍照 還有我想說 其實美濤公司 其實她一早 我想Sasha你應該知道 因為我記得很久之前 你們有看過的 是嗎 我記得很久之前 其實美濤也要先看看圖 美濤先看看美濤的圖 我們說美濤的圖 美濤的圖 美濤的圖 原來她也有一些加密幣的概念 其實她的公司一早已經有用區塊鏈技術 去做人面識別 或者Photoshop的科技 因為你自動化妝 其實她一早已經有攝影 我那時候就要拍工作的證件照 現在美濤是有的美濤售售 即是加10元 就可以美濤售售幫你 做B&O也是靠她的 可以 你有用過那個功能嗎 不是 我有用過那個自動售臉的功能 不過是自然的 很自然 下次我試一下加10元 還是加20元 我忘記了 她的照片 即是平時你已經正式好養蟲 對 現在有那個美濤售售功能 就加20元 就會幫你P 但我未試過用的 下次可以試 你不用用 你的臉都這麼瘦 其實你和Alice都不用用 有時不是因為瘦遠 因為拍照有時有些燈光問題 因為我不太想害怕 所以有時你可能眼睛一打一小 或者有黑眼睛都要遮一下 Tesla買Bitcoin之後 股價跌到數 一來二來都是美國那邊 其實我覺得本身Tesla的股價真的升得太急 過去幾年 我覺得Tesla就好像升 沒幾年了我想說 沒幾年 是半年 半年 八月到 有沒有八月 不是不是不是 應該是說十二月到現在 不過美股不要開著了 稍後再看 等一下再說 不過Tesla我們就不多說了 今天也不是這個重點 說一下美股 其實我之前 上次第一二動炒的時候 都跟莎莎有討論過 因為那一陣子我們都會說一下 比特幣的概念股 例如大家知道那些貨幣 最近的歐科雲年 紅岸等等 沒錯沒錯 就說起美股為何無端炒起 然後莎莎都說 因為它有一些比特幣的概念 那我其實那時候找了一些資料 其實幾年前 那時候其實美股公司的老闆 已經是這個 叫做買開比特幣 他自己個人都很喜歡投資這些去二幣 最近這幾年 其實他們公司的一些 Photoshop的技術 其實都是用一些區塊鏈的原理 所以其實 不好意思 我看到劉爺說 美股之後可能過不了關 光過關 正應不了一場 所以我就說試試看 PT的價不價 然後呢 美股你繼續說 對於美股公司來說 其實它一向都有涉足這件事 還有幾年前 我之前有搜尋過新聞 其實他們曾經 有推出過一隻虛耳幣出來的 但好像不是直接 附屬美股公司 或者之後好像剝離 是幾年前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次 突然間又買這些比特幣 其實我覺得完全是不驚訝的 因為它一向公司都是做開這些東西 還有老闆是熟悉這些虛耳幣 或者區塊鏈的技術 還有其實它之前已經是 在董事會上批出了 會用一億美金去買這個加密幣 那這次就只是用了四千萬 所以大家都在憧憬 其實未來的美股公司 都會可能在另一些比特幣 可能會回調的位置 都有機會再掃 所以我覺得這隻 現在又正式 即是搖身一變 變成了香港的比特幣 虛耳幣的概念 除了去搞Apps之外 就弄了比特幣 除了拍照之外 除了拍照之外 還有明正言順 不像之前那樣很嗨邊 因為它之前第一次 其實它沒什麼說 是一間公司 又只是說去公司的董事 涉及了這些 又不是 而且他們公司的技術 是有用區塊鏈的技術 是的 但是幾年前 我記得是有出過一隻 跟美圖有關的加密幣 但是那個加密幣 後期很奇怪 因為幾年前的新聞 又有澄清過不搞 之後又出過公告 又說剝離了 這樣比較有趣 還有我想說 美圖這間公司 Andy剛剛有說到一個項目 他說好像沒有賺過錢 這樣 那有沒有賺錢 我要再檢查他的財務報告 這件事先 但是我想說 其實譬如美圖這間公司 除了有搞這些Apps 跟著再有弄 剛剛說的比特幣概念 其實在早年前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一百年左右 其實它是收購過一間傳媒公司 我不知道現在好像又再放了還是怎樣 收購了一間叫PathLogic的公司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沒有聽過這間 PathLogic PathLogic 即是忽然間 本身是直直無名 在傳媒界那裡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一標 就標了去 那些subscriber 或者follower的人數 可以去到幾百萬 是說三四個月之間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是說PathLogic 那間公司 它有一些很精準的 一些AI數據的東西 可以刺激到忽然間 它可以派到很多 給別人 一些很低的 advertising cost 我不知道 忽然間怎樣跟你選擇 就是廣告費 廣告費 他就用一些AI的技術 用一些AI的技術 去派一些費用給你們 但美濤就是看中了這個系統的東西 其實它是投資了下去的 所以我想說 其實它也有相關的投資 即是關於一些AI 在一些網頁上的東西 不就是越來越進步 而不是只是做Apps 還有做Bitcoin 所以我覺得它的業務發展 是要再看看它將來的走勢是怎樣 但是在電子商務來說 其實它已經是踩進去這個範圍 是100年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它賣走了Pathlogic 但是那時候就記得 它是有投資過這間公司 大家可以再看看 除了Bitcoin概念 也可以繼續留意一下 主要我覺得這一期 都是Bitcoin的概念股 我覺得今年還是有得炒 其實它這隻 就變成了投機性多了 就是最近一定是火幣科技 161那些 或者是歐科雲鏈的類型 今天也有問歐科雲鏈 能不能買過 1499 1499 你之前也有說過 這個是小魚說的 雖然不是歐科雲鏈 是鴻岸科技 鴻岸科技 剛開的時候 1647 1647 是鴻岸科技 我覺得這隻比較古惑 是 對 怎樣古惑 怎樣古惑 因為我也有留意了它一段時間 很難買的 即是很難 它有時候都跟不到 即是跟不到同一個版塊 最近我留意到它都跟不到大圍 類似1611那些 是Lingman問的 他說1647這隻 可不可以買什麼價 我覺得很難買 即是 如果是比較少短炒的人 或者不是觀察了它好一段時間的人 我覺得最好都不要碰 好像這隻好一點 火幣都很浮動 但浮動得來好一點 火幣好像跟著Bitcoin 有一點我覺得是 但是那個波幅是大一點 對 如果買的 可能是要跟著Bitcoin的走勢 可能拿到4700 4800 我才會考慮喝 不過你又問的Jasmine 這隻我們要靜靜雞 還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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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暫時不說這隻 還沒走 94一算 我喜歡動 不說它 不說它 不過今天七八八都升了 我也想說 它升得很厲害 看來 七八八 那個人不聽我們說是對的 對 我認輸不到 不過他就 好像說吃了 七八八嗎 不是 他是喜歡 喜歡動 七八八就是OK的 七八八都升 今次要 七八八雲可以 C-Tub 對 很喜歡你們分享 多謝 誰說 他喜歡聽我們分享 多謝你 紅岸科技 他說 不入住 Alice 今天有移動股 好 今天也是 最近也是業績期 我其實 早幾天都留意到 有一隻中國紅橋 1378 他就出了業績 他全年多賺72% 他主要都是做一些女的服務 因為他們公司的業務 都會想走一些環保的路線 即是會配合十四五規劃 炭中國那些東西 還有 其實鋁這件事是用很多 用很多是汽車 新能源車 還有一些家電 大家其實看到最近的A股 港股走勢 其實很多家電股 那些都炒得很厲害 其實看到可能是家電或者一些 在一些汽車來的需求 都要用到很多鋁 那變了其實 即是配合了業績 中國紅橋其實都挺強勢的 可以看看圖 那今天其實開試 我見過他升10% 那剛剛 節目開之前 我見過他回到一大截 那現在又升了一點 都在升7% 都非常強勢的一隻 即是叫做材料股 其實我最近都留意多了很多材料股 因為見到其實那些炒股 科技股的 其實很多都會受美股那邊影響 其實我早幾集都有說過 其實科技股 即是不要怪我 說什麼細膽 我真的不敢買科技股 科技股 當然暫時沒有 即是你會走位 因為要走位走得很快 嗯 300元今天插到入獄嗎 兩個幾個 他們說什麼 兩個幾個300元 300元 再插每個同一同 噢他們說300元 我先坐一會 始終都是這些東西 所以我科技類的東西 我就不觸碰 而且我自己經常喜歡到處看 這陣子我看到材料股都挺好 我覺得中國洪橋最近看的業績其實不錯 那這隻我都覺得觀眾都可以看一下那個範圍 他最近都走一個範圍的 可能看最近的範圍的一些偏低的位置可以試一下 還有這間公司也會走這個炭中和路線 另外我有一隻其實我自己有持有的 就是1053 這個重慶鋼鐵 其實為什麼我之前選擇它呢 其實我看到這隻我們在台上也有些嘉賓介紹 因為它主要是羅文鋼 這陣子的羅文鋼價格升得很厲害 雖然這一兩日價格有點回落 但是都持續看好 因為你來地始終說炭中和這些都會減產 令到價格都會升 我自己這隻也有持有的 還有我看到它的圖其實挺漂亮 因為它之前不是有一棍 爆一大棍 之後它這幾天都是不斷搓著照片 其實我在1.36那些位置買的 即是跟現在差不多的位置 我今早其實可以吃壺 但我今早沒有吃到 因為我其實想搏它 真的有一棍真的突破到之前 一個半左右的位置 所以我先打算吃 這隻我暫時還有持有 而且其實A股那邊也有上市 我看到它跟A股也有少少差價 所以這隻我暫時都繼續保持 它說難怪323和347那麼厲害 Andy 323和347 這排這些都 這些鋼鐵類 這些鋼鐵類都很厲害 你有排些資源 什麼時候播 不知道啊Billy 有美女的那些 你忽然會問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播 因為我放了上IG 那天 知道啊 要問問A股什麼時候播 Billy經常都是這樣 這個是不是新的女主持 這個主持什麼時候播 沒有啊 這個是不是誰 他們IG很多東西看 那Alice還有什麼 有什麼移動股 你會想說一下 也有的 其實有一隻 之前有說過的 653那隻卓越 653 其實呢 卓越最近發了刑警 就早幾天前而已 我講一講新聞 不知道林鄭現在出來說什麼 12點 是嗎 是很累啊 這裏中午休息的時候 打算休息一下 你看看這個 12點 要停一下 一停鐘 不知道會怎樣 好緊張啊 在說一些疫苗的事情 應該是 又有兩個女士 嗯 有點害怕 好你繼續 我講完卓越 其實早幾天前 發了刑警 26號 就說他全年的虧損大增 其實大家都猜到為什麼 因為卓越主要是做零售 還有做一些內地人生意 都是受零售影響 令到他那個 虧損擴大 比上一年到的虧損擴大大 大約70%以上 那就是虧損大約2.23億 左右 其實這個不是很好的新聞 還有早幾集前 我因為之前曾經 都有這隻 我炒過這些經濟復甦 都說如果還有持有的觀眾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認識走位 就說你們都是先看位置 先走一走 或者先走一走 對 但其實他今天有出了一個好消息 就說其實卓越 他會買一間 全灣的舖 是全灣總部來的 套現百億 然後他賣完這間舖 其實已經跟第三方談了 還有定價至少一定要有八億 還有他賣完這間舖 之後他會租回來用 即他賣完之後再租 他自己租回來用 因為剛才聽到卓越這個集團 剛剛這一年也虧損 他不只是剛剛這一年虧損 他早前是有些子公司 是因為有些欠債問題 搞到停牌 即是有些清盤的危機 但最後就不用清盤 但業績上的東西都不好 所以現金樓是需要有東西套現的 即是想套現 他們其實都有很多物業 早前也有傳說 他們老闆會想買一些別墅 今次的消息不是說出他賣別墅 是說賣他全灣的總舖 但其實他今次這個賣別墅 我看賣這個店鋪 其實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他那時候買回來 一幾年買回來是4億 即是他賺4億 只賺4億 只賺4億 如果他現在買店鋪至少出價是8億 然後他是賺4億 那他都可以避免之前涉的那條數 即是可以幫公司拿些現金樓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好消息 但這一隻也是 為何我之前叫人走 他都有點難炒 經常都走來走來走去 而且很浪 好像今天這樣 我看到競價時段已經升了十幾個百分比 但現在就回回去了 對 回回去了 所以我覺得 雖然我覺得卓越這個賣店是好消息 但其實比較難炒一些 好像很多都是內部的人 已經一早掃了 或者做了事情 一般散戶很難捉到玩到 所以大家這一隻都可以繼續觀察 但就不建議很衝動去進入 話說你說賣店 我們UA是不是要倒閉了 什麼是已經倒閉了 胡董 是不是倒閉了 倒閉了 倒閉了 已經35年了 對 然後 我不知道 我現在沒有看過電影 八老匯都倒閉了很多 現在 UA又倒閉了 很痛 原來 以前經常去機場看 例如有什麼很熱的電影 Imax 雖然機場已經倒閉了很久 19年 倒閉了 但是一個回憶 200後 你知道什麼是UA嗎 不知道什麼是UA 不知道 AMC 他們就知道 Generation Gap 或者是英王氣緣 今天有人說 UA倒閉了 東亞信用卡都可以剪掉了 其實 因為沒有折 沒有折 東亞是否有折還是送票給你 可能是有 記得是有些東西 因為我在想 如果東亞那張卡要剪掉的話 那我AIA的保險 就也要剪掉了 因為AIA 其實它是有那個 英文什麼 Fidelity 什麼 Fidelity Fidelity 你有十幾張票嗎 我也有 然後我在想 我那個行步路 會有起飛送 去某一個位置 不知道那些起飛會是怎樣 然後我就在想想 就在看 不是 United Airlines 什麼 UA UA戲院 哦 我們這裡 大家看這裡 UA戲院 宣佈即日起全線結業 但也算有良心 它衍生費之外 它今天已經結了 還想著 今天結了 關了 然後 有些 通常會結業前 會做一些 一個星期 有人會湧過去 對 就是沒有做這些 這麼急 這麼急 通常有些人都湧過去 你都看不到什麼戲 因為它有人數限制 對 有什麼你 看那套大陸戲 叫什麼 還收拾一下澳門UA 原來 我們去澳門 我們去澳門看 我們去澳門看 看一看 然後我想說 現在科技股 已經回調了 震到媽媽都不認得 所以那些人已經 搶進去舊經濟股 剛才也有人說 地鐵 銀行股 剛剛我講起UA結業 AIA是否要減 1299 AIA在20 1299 94元 然後再看一看它的股價 好像都有一些位置可以進去 因為我之前不是說看它 其實都可以去到100元 然後現在其實趁機回調 它星期五又出業職 全年業職就不知道會怎樣 因為受回大陸 他們的Agent 不能回大陸去談單 但是接下來又說 復甦 例如293國泰 接下來又說 全距 即夏天季節 又會再復航 是否叫復航 即是再飛回 即是可以飛得暗 即是你跟大陸的接軌 又可能會再好些 雖然說可能去澳門 或者是9月之後 才再決定可不可以再通關 但是也是衝敬9月那單 大家可以再 不過呢 如果可以飛得回 暫時也不會飛 撇除會不會飛 但是我心想 例如說一些保險經紀 是否都應該會飛 都是會做的 因為他們要賺錢 對 Andy也有說 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我就覺得 現在跌到九十多元 可以試試找位置再進去 可以罵一罵 今天是300婦女節之餘 其實搭電車是免費的 這些位置都像是剛進去的 你聽到我說話嗎 是300婦女節 搭電車免費 大家可以搭電車 我等一搭電車 對 因為今天要搭電車上班 不用錢 你說什麼 剛才說有幫都可以進去的 1299 我也覺得是 但是看看今天下午 林鄭再說什麼 很緊張的 因為那些低位都是在五十天線再沉下去 其實現在好像都是可以儲少的位置 都算是三個月的 都不算一個月的低位 而且你要想一下 因為AIA之前也有說過 它會擴張內地的業務 這是第一點大家可以留意 第二點就是 可以衝勁一下 美國的債息 其實也在回升 其實那些基金也有賣相關的東西 大家又可以衝勁一下這個項目 沒錯 第三個項目就是 剛剛也說過 如果可以再飛回 其實那些保險經紀一定是 一定會過去的 對 好像我們買包包一樣 對 要衝過去的 要搶 要飛去法國搶包包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香港市跟深圳一樣 大媽還會在香港市買保險 那你也 資金啦 資金留下 我覺得也是會在香港買的 還有有些 應該要問你才知道 保險是否有一些 那些包包包 在大陸沒有 在香港才有 是嗎 對 還有香港的保障範圍會多很多 還有保費 算起來也是便宜一點 我記得 我有個朋友 都會經常問 香港的保險 還有Claim的話 他們可以 Claim的話 可以國際的Claim 因為內地保險 你只是內地才可以Claim 我聽我的朋友說 內地保險好像騙人 那裏又不Claim 那裏又不Claim 你看看醫生 因為他們有區域的限制 例如我在哪裏買了保險 你去大城市是用不到的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人會繼續買香港保險 就算我去旅遊保險 或者去 之前我是不是美國的 美國的保險是很難怪的 很難怪 因為他們的醫院和醫療 都說你叫白車 700元美金 坐下 700元美金 是不是一次去那裏 還是800元 因為很貴 所以美國的醫療保險是很貴 所以那時候 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在香港買的 都是避免到 我在美國 加上可能 所以我就選擇在香港買 所以現在很多國內的人 去香港買保險 就是某程度上這個原因 還有一些中產少少的人 經濟能力好些的人 他可能會選擇香港醫療服務 即是現在你說封了關就不行 但一般情況 如果他在香港買 他就可以在香港做一些診斷 醫療治療買 好像說現在女生 多謝你Garry 多謝Garry 我剛剛就是想看看他那隻WOWOW 他應該是有個Sticker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女生 可能男生也有 脫柔也可以在CAM保險 做一些 做一些美創的手法 美容產品 都可以嗎 BOTO 其實要看醫生幫他 BOTO 即是醫生怎樣幫他寫 即是可能影響到他的健康 例如你一顆碼 你想脫掉他 醫生寫你有黑色素 你都可以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 是過濾性病毒 其實也算是 對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寫 所以就可以CAM到 要看醫生怎樣幫他寫 但我都是有 我真的有同事試過這樣 真的CAM到 CAM到 悶診手術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去做脫柔的事情 她是一個很省家的女生 她說脫柔脫了一萬元 你這麼捨得 她說 保險CAM到 不知道為什麼 是嗎 所以就 她的Agent會找一個雙熟的醫生幫他寫 好像不是 那可能他也有病 不是的 是他剛好那個醫生幫他 即是那個醫生本身是 懂得 說真的聰明的醫生會這樣做 我們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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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說保險業 不是騙的 就是跟醫生也有慣 有時候醫生真的沒有那麼聰明 寫一些東西就難過 可能其實是 的確是 是的 是的 大家要買保險就找Alice 她很累 林鄭講選舉 原來好像又要再暫停 然後我又看到那些議席 然後BB Wong 我也有問題問的 問BB Wong 問BB Wong是什麼 她說777又在中環做那些拆鞋工 但是我聽到 我聽到有一宗新聞 就是說CY好像又想再做特首 誰啊 CY啦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好累啊這個世界 好了完了 多謝Gary 今天三馬婦女子就課了300元 300元 多謝 多謝Gary 那些友 他說那些友是用 你也有做嗎 Oscar 做冷凍團尾幾百元任做 好 頂不得住就行 什麼叫冷凍團尾 應該是有些冷凍技術 打油 噢 然後那些汽車骨沒有什麼氣息 沒有氣息 其實汽車骨我都很少看 其實現在 你的朋友怎樣 走了嗎 1211朋友 我想他暫時坐著 我想他暫時坐著 長渣 我想他暫時策略 哎呀 sorry 他始終那麼大架股 我忘記強氣的號碼是什麼 長氣23333 廣氣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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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這些暫時汽車骨 我覺得我上集的表題好像說 汽車骨可以撐位 先等一下 我想先等一下 宣傳一下 寧願把鯉 Rabbit讓他再 MASK 反而覺得最近的材料股 是很 growth 材料股 소� 아이미 剛才我描述過 銅鐵桶 鯊鐵桶 銅鐵桶 切金、鏡 speechless 工資材及鋼鐵還是黃季 鋼鐵 주세요 剛才我提及的是 $3 4月是它們的黃季 所以我覺得 最近可以見 留意一下那些材料股 油股那類 一些打火鍋股 不是我的 只是我之前的黑套都升7% 769% 769% 其實黑套很硬 好啦 其實 你說你為什麼不進入這個棍子 但是太高了 I don't get it 太高了 如果你看好的話 我沒有說看好它 你不看好 你有什麼賣你的戲 沒有 因為覺得高J 高J永遠都好像 它有一棍 那天不是說寧願試一棍 我們現在才出現策略網 一早已經開了 我110講了 第一隻已經講了 抵到它上天花板 沒有 因為高J了 不 如果要高J 我又要看它的圖是怎樣 不過算了 沒有 因為它的圖其實這樣做出來很難玩 如果你說小短炒的人 第三棍 就算多短炒也很難玩 第三棍 很難看 是的 不知道再活過 我們看看明天怎樣 3933最近藥 油不連根體會再翻化 所以應該要用液泰乾冰 凍死 哦 是啊 Oscar也很熟 猜不到 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通常是男人不太介意 Oscar 他是不是讀醫的呢 Oscar 可能他是醫生 讀醫 Oscar你是什麼來的 不要緊 什麼來的 可能是讀醫 不 現在是男人都很漂亮的 1810 幸好是做車 做車的那個人 車了那個鈴 就是什麼 不知道他 不知道你說什麼 糟糕了 幸好是做車的那個 不是很明白 769可以上網多少 現在是上網看它 一個半兆兩元這些位置 因為前陣子也有聽過一些基金的朋友 說接下來是炒這類東西 那時候說的時候 Suri說的時候 都是七毫多指在這個台上說的 但其實他四毫多指在看戲圖這個 我們沒有理會你什麼光頭仔 你有說話什麼光頭仔 他跟我們哈佬 哪裡啊 上面 錯過了 太多留意 你再多留一次 你說什麼 哦 他說哈佬夢莎心形BB和靖靖 但是靖靖今天不在 你記錯了 這個是Alice Alice 是AliceBB 對 講選舉不講 一間人又衝出來說 我們不懂政治講政治 其實我也講一點好嗎 你們有沒有用過Clubhouse 沒有 沒有 不過話說其實Clubhouse 都可以值得用口 我見到今天有個報告 說中 2月是Google和App Store的下載量 當然第一名是Ted Talk 第二名是Facebook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是Instagram WhatsApp和Telegram 其實現在Clubhouse 好像都很厲害 現在是排名第七名 在下載量來說 你們沒用嗎 你們下來玩 我當時下載了之後 你不是說玩了五分鐘就沒玩嗎 玩了五分鐘就沒玩 玩了五分鐘就沒玩了 因為他要不停聽 因為他語音認識 這個Apps 說沒得看 只是聽聽 很多人都在說話 然後又不想說什麼 所以我有一些 說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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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普通話 好像是移民的群組 哦 對 明天我們也可以去玩一下 Clubhouse這個App是哪家公司推出的 有沒有說 你看 不知道 但我知道Spotify是騰訊的 叫陳以發探索公司 我想拍一拍Oscar 千萬不要說自己是一個小小的地盤 現在是地圖嗎 不是 我撇除了人工高 神經病 那些基建不是靠你們 我們真的死得 是啊 千萬不要這樣說 如果是真的話 希望Oscar 你保護自己 最近地盤的保護 小心一點 哦 那個Cover 19 對 要小心保重身體 如果你是說真的 對 吃飯 如果要在外套 重開一點 記得要戴上魚褲 是誰迫使你在外套吃飯 對 很窮啊 哈哈 怎麼會啊 對 1024闖身低也想說一下 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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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始終都是一些新興行業的東西 也是新股 沒錯 所以其實 而且這陣子被人拆得太厲害了 資金流到舊經濟股那裏 快手變快死 所以近來這隻就不要碰住 先看它跌好一點 因為始終連累了11棍 加上最近 這一陣子不是很多IPO上的 可能資金已經 最近有很多新的IPO上 當然資金流動家的新型的IPO會比較多 加上市現在這樣 算快手 我想說什麼 一開group 恆子就什麼 神經病 我想說是拜登上場那麼久 股市又跌了那麼久 你們這些傢伙 其實他之前有破過頂子瘋了一段時間 瘋了幾天就沒有了 瘋了一段時間 我忘記是BB王他們說還是怎樣 就是說 那時特朗普一上場 我也記得一定是他們幾個時代人說 特朗普一上場 股市跌了幾天後就連升了四年 然後他說看看拜登 去年真的很瘋狂的 是的 故事美股真的很瘋狂 我覺得很誇張的地方是去年這個時段 今天是多少 3月8日 即9日差不多熔斷一周年 是的 去年3月9日是第一次美股熔斷 就是因為旗幼插水 現在是大反轉 現在石油是破頂 什麼UPTV效應啊 所以沒有入GroopBB Billy 上年3月才入 Billy有入嗎 有的應該有 有嗎 有啊 我忘記了 不是我hold 她說什麼 Same here Billy 裝什麼 什麼效應啊 升的時候你們又不敢說 什麼才說 不關事 說一下笑而已 我們現在這個時段就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今天我們都有一些新的節目表 早上就有Leo和大家 Leo就是未開市 up了先開市 可否尊重下記的節目名字 我常常up的 叫up了先開市 up了先開市 然後下午就 原來兩個男人講美股 還有Leo和方澤喬 才智歐 頭智才女 還有下午最最後的一場 就有一個叫收市繼續up的一個節目 又是王家駿 沒錯 還有我會坐一坐 對啦 跟大家繼續坐一坐 明天到我坐 不知道應該 明天到你了 不知道應該會怎樣 她太太也是叫Alice 肯定很漂亮 你太太 哦 所以剛才說錯名字 想提起 怎麼說沒事心熱 我開玩笑而已 最後給了四格圖大家 最後給了四格圖大家 對啦 油的破頂都給了四格圖 有隻移動鼓 這兩個頭出來 1555 這個MI能源 不知道怎樣升到那麼厲害 還有另一隻 明明是刑警 但也不知道為什麼又是升 就是346 還有有一隻 我之前也有說過 3175 還有883 其實317 當然MI和延長 就這些很明顯 我覺得是有些 鼓劃資金進去了 就是很明顯的 突然間 不知道怎樣升 然後之後就 有趣的說 鼓劃的資金 對啦 這隻鼓劃 對 我看著 我看著 它很奇怪 以後它也不想要 不可以叫它咬 叫它鼓劃 鼓劃的鼓 鼓劃的鼓 對 然後我三星原有期貨ETF 這一隻 其實我很久之前說過 我看它最近 又好像 不錯 走光看一看圖 最後都 好啊 大家 我覺得這隻叫做 如果你說炒一下油價 這隻相對比較穩陣 很穩陣 每一天都不是 搓得好 最近開始強制 不過慢慢走上去 不過還是要跟著油價 看看能不能持續 高期 沒錯 最後都 節目之前都宣傳一下 我們UPTV終於開班了 叫炒故入門 正讀班 有Kelvin Leo Ryan 和Bivian 在Zoom 和大家見面 也提醒大家 我們的會員價是1600元 如果不是會員是2000元 所以如果大家要開班 記得加入我們會員 可以享用我們的UPTV Buddy 沒錯 大家記得 想入群組 想入群組 想開班 報班 記得 scan QR code 身邊可不可以 不好意思 我知道大家要完 但我純粹看一看圖 今天1183 那支圖是什麼 被人洗倉 上個禮拜也是 但她說斬倉 不知道研究一下什麼事 好了 今天完了 明天再見 本場好衰 開門 我們下午 下午 我會再和大家見面 新年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Alice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星期三 明天不見面嗎 應該是13 明天再算 拜拜 拜拜